大家好,Facebook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是做一個Facebook Live 在大埔區火車站對出 我身邊的是有高鐵專家梁啟治 有范國威和Danny在這裡跟大家講解一下 現在民間團體有一個高鐵的替代方案 就是一地兩檢在內地 政府現在鋪天蓋地宣傳高鐵一地兩檢在西九 那究竟現在這個民間方案一地兩檢在內地 有甚麼好處呢? 為甚麼明明在西九可以做到既方便又省善 這是政府說的 為甚麼我們又要把它鋪在內地呢? 梁啟治,梁啟治簡單解釋一下 為甚麼我們要在內地做一地兩檢 好,謝謝 首先跟大家解釋一下內地一地兩檢是甚麼意思 現在政府的方案 就會將香港的和中方的口案 全部放在香港的西九龍裏做 那我們的建議就是 將香港的和中方的口案 全部放在內地的一些主要車站那裏做 例如福田、深圳北和廣州南 這樣做法的話 將來香港人在西九上車 是不需要做任何的手續了 他拿著車票上了車之後 去到深圳或者廣州下車的時候 才做香港和大陸的通關手續 這個做法可以免除了現在政府這個方案 他們有很多司法的問題 因為現在政府提出的方案 在司法上是全世界都沒有試過這樣做的 他這樣做會帶來很多問題 但是我們的方案其實是根據現在已經行之有效的 深圳灣模式 真正的深圳灣模式去做 照搬過去在深圳和廣州做 可以解決很多司法上的挑戰 范國威不如你解釋一下給大家聽 高鐵如果將一地兩檢放在內地 騰空出來的地就浪費了 那對香港來說不是很愚蠢嗎 那有什麼好處呢 在西九龍騰空了這麼多地 浪費了 養蚊不通 政府過去由高鐵興建到現在七年 一直都沒有很清楚 將所有足夠的資料理據 是向香港人交代的 但是民間也好 一地兩檢關注組的專家小組 我們的成員是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這樣的情況 而現在推出的內地一地兩檢的方案 其實是在效益這方面 亦都會被現在政府提出在西九總站做 這個一地兩檢來得優勝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了 西九一地兩檢 因為政府現在興建這個西九成國的高鐵 是超之然高達900億的 未來呢 投入運作之後呢 每個月呢 只是營運費呢 根據港鐵的主席說呢 都要高達8千萬 但是如果 政府是執行一地兩檢 關注組現在提出的 在內地做一地兩檢 包括了這個 廣州南站 深圳北站 和福田站的話呢 在香港的西九總站 騰空了出來的兩層 即是那些所有的地方呢 我們有專家 亦都是有民間示威呢 是做過一些簡單的推算 因為不再需要做這個 通關檢疫的手續了 這樣它推出的地呢 如果我們用回 這個西九總站附近的 原坊 商場裏面那些 現在出租的赤價 去做一個推算的話呢 其實每年得回來的商業收益 租務收益的話呢 是可以高達62億的 62億的 大家計一計啦 大約是14年左右的話呢 這樣就可以呢 是令到高達現在使了香港人 接近900億的這個 建造的費用呢 就可以回管 還未計將來的那個營運費用喔 那所以呢 其實現在 一地兩檢關注組的 替代方案 這個內地一地兩檢方案呢 其實 無論在時間效益 在經濟效益 和在不破壞香港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之下呢 都是一個三型的方案來的 政府是需要 是去回應市民大眾 回應香港人 為什麼不採納 一地兩檢關注組 提出來這個替代方案 好了 想請搗糧啟致 現在你說 將一地兩檢明明方便旅客 躺在西九的嘛 你硬要將它放在內地 那你便令到市民 那些乘客 又要上車又要下車 我明明要去北京 我坐在西九龍 一次過做了檢疫 就可以坐十多個小時 就去到北京 你要我去到內地 無論是深圳好 福田好 又上車又下車 你便麻煩到我 你怎樣解釋 很多時候呢 政府呢 就推了一個這樣的想法 令到大家有一個誤解 以為高鐵的目的呢 就是接駁全國的網絡 這個是一個謊言 大家先扔掉 為甚麼呢 因為看回政府自己的數據 政府自己的數據 告訴我們 原來高鐵的旅客 有百分之六十二 是來往深圳的 計算到廣州 都只有八成而已 大部分人是短途客 所以千萬不要有個想法 就說我要來往全國各地 那既然有八成的人 是去深圳廣州的話 那對於這八成人來說 如果我的一地兩點 不是在西九 而是在深圳廣州做的話 對他們是完全沒有影響 只不過是他上車的時候 做一地兩點 還是下車的時候 做一地兩點 其實時間上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不會多了 亦都不會下多次車 他本身就要在深圳下車 怎會下多次車呢 那剩下那兩成人怎麼辦呢 剩下那兩成其實是中長距離的一些人 那我們又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政府預計的一些長途列車 在西九出發 班次其實是很少的 他們在說一天 是只有一兩班車去散球 一兩班車去長沙 但是其實原來現在在深圳 每一天就已經有七十幾班車去散球 有四十幾班車去長沙 就是一個正常人 其實他會想在深圳轉車的 那如果你兩樣東西加起來之後呢 我們相信是有九成的旅客呢 其實對他們是沒有影響 一樣是可以做到同樣的經濟效應的 同一時間呢 我也想請教梁啟智 如果我們硬硬要在內地其他站做一地兩檢 究竟會不會令到內地政府好不方便呢 會不會令到內地政府特意要找些樓面出來 明明現在他們沒有想著做的 又要硬硬起到兩層樓出來 做一地兩檢 會不會強人所難呢 大家千萬不要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呢 第一件事 你就不要低估大陸的地方有多大 大陸的車站 無論是福田或深圳北都好 其實本身地方是很大的 福田是亞洲最大的地下的高鐵站 有幾十個足球場那麼大 而這個深圳北呢 比福田站更加大 有二十個月台那麼大 所以在這些地方 其實本身是可以做一地兩檢的 你不用相信我 你信回政府 因為政府其實在09年申請高鐵撥款的時候 已經講好了 是這些車站是有預留空間 是去做這個青關的設施的 而且我們現在講的是 將西九的旅客 打散在三個站那裡做 所以每個站需要的空間 就沒有那麼大了 所以根本是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的 好了 Danny 現在面對著市民 他們現在說政府霸王硬上攻 十月底就要將一個 無約束力的議案拿上去立法會 之前呢 他們都可能知道自己有得選 現在一地兩檢 關注了推出一個替代方案 下一步究竟他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可不可以跟他們解釋一下呢 我相信作為一個市民呢 很簡單 第一件事我們要跟自己的朋友說 其實我們有人是推出替代方案 而這個替代方案呢 是完全不違法這個基本法的 將來面對這個法律挑戰的 那個情況是完全沒有的 另外呢 我們一地兩關注組呢 會有一個簽名的 看到我們開街站的時候 可以進來簽名 也可以上網上簽名 大家都可以跟朋友解釋一下 現在我們推行的方案 的好處是什麼 還有就是 如果我們這次這樣 被政府不去做諮詢 去作出一些這樣的決定之後 我們往後 其他的政策 政府會不會繼續是這樣呢 這個對我們將來 都是一個極大的影響來的 那十月底呢 政府就會將一個 所謂無約束力的議案 拿上去立法會 要求立法會通過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 認為我們應該要有得選 一個內地 一地兩檢在內地的方案 是你所選擇的話呢 你都可以將相關的意見 交給你的立法會議員 無論是甚麼派遍都好 你都可以告訴他們 給他們一些壓力 再次提提大家 我們這裡是一地兩檢關注組 今天有范國威 有梁啟戰 我身邊有Danny 在這裡跟大家講解一下這個 一地兩檢在內地的替代方案 今天全香港有其他 差不多六十個街站 我們都在這裡做 希望盡最大的努力 和你解釋 你是有得選擇的 來到這裡 我們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Live 來完新界東之後